我叫戴希希 今年二十九歲 雖然我長得不醜 活得也不比誰差 但是至今 依然沒有嫁出去 我是著急的 所以他們 都說我是結婚狂 其實 我只是想過三十歲之前 結婚生子的標準人生 而今天 我的幸福 就近在眼前了 希希啊 又打完這麼漂亮 晚上跟劉柯有約會啊 今天是我們五周年紀念日 好幸福呢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看來有情況啊 等你好消息啊 謝謝 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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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哦 拜拜 希希 拜拜 你好 艾米 嗨 希希姐 打卡成功 打卡成功 明天見 希希姐 我下班啦 等你啊 喂 喂 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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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剛開完會 現在跟段序他們 去跟客戶吃個飯 現在嗎 那我怎麼辦啊 要不你先去吃 我吃完飯就去找你好嗎 什麼叫我先吃啊 今天是咱們五周年紀念日 你讓我一個人顧啊 不是的 這個客戶特別地重要 我咱們改天補過好嗎 其他的經驗日都可以補過 今天不行 補不了 你們都幹點正事啊 別那麼把握 你今天是要求婚的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 還有婚禮詞話師 全都約過來了 你求婚的男主人不在 我很尷尬的 你現在一個應酬的 比你求婚重要 比我重要了嘛 不好意思啊 兄弟們 拜拜 加油啊 加油 加油啊 加油啊 準備得怎麼樣 我把這事給忙忘了 求婚的事你也能忘 不是 最近有個項目資金出了問題 急得我是焦頭爛額的 而且 確實是五年前說的話 真的是急不清的 那現在呢 你打算怎麼辦 要不這樣 我回頭再準備準備 然後再好好求這個婚 除非戴希希這個人 你不想要了 否則今天這個婚 你一定得求 親愛的希希 這是我們在一起的 第五個紀念日 每一年的今天 我們都會回到這裡 回到這個 我們曾經許下諾言的地方 感恩和慶祝我們的相遇 這五年 你用耐心和信任陪伴著我 願意給我時間 成為一個可以 為你遮風擋雨的男人 這五年 我一刻都沒有忘記最初的約定 我願意 我一刻都沒有忘記最初的約定 我願意 成為你的依靠 成為你的依靠 陪伴你 愛護你 直到生命的盡頭 你願意嫁給我了嗎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进来了 进来了 我马上布置一下 你最好让他晚个半个小时再出发 戒指是在衣柜的羽绒服的右侧口袋里 好 你忘好了 照片给我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 没事 不用客气了 赶紧回家办你的正事吧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搞定了吗 弄得我们家小姑娘跟做贼的似的 这两口子的活我不接啊 上杆子的不是买卖 这姑娘太想结婚了 跟这男的的感情付出 完全不匹配 会出问题的 别胡说 希希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只放心交给你来办 况且事情也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 他们两个很多年的感情很稳定的 今天就只是个意外 哪有那么多意外啊 感情里的意外大多都是蓄谋已久 就算不是故意的 也早就潜移谋化地出问题了 总之这场婚礼必须由你来办 走吧 咱们也回家 哎 我先不回家 我还有个约会 我去哪儿 我送了 拜 一起啊 老物件就是那一款 我还怕你会不喜欢呢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不够时尚呗 这个呢 是我姥姥传给我妈的 我妈希望传给你 谁可比那些俗气的大钻戒 有意义多 借吧 我去洗澡了 你快点啊 怎么样了 还活着呢这是 别吵这么用的 储子人那边怎么说 还能怎么样 没聊两句就散摊呢 当然 不是因为你啊 我觉得呢 客户可能就对文化产业 不感兴趣 对玩法和营业模式呢 也不熟悉也不信任 别说我们了 你怎么样 你这婚成功没成功 求完了 恭喜刘总 喜提代家大小姐 赶紧呢 出来跟咱们喝两杯 亲祝亲祝 早生贵子 别闹了 陈六柯 你今儿就跟家待着吧 别听他们乱说啊 有什么事 迷人公司说吧 记住啊 不要对命运做 无意义的挣扎 嗯 西西 你这次是不是得 请一顿大的了 对啊 这次得请大的啊 好 抱歉我 放心吧 等我办好手续 统一请你们来一顿 大的 好 好 来 西西 你最近找这个干嘛 你直接跟宗主管 打声招呼不就行吗 我也不想搞什么特殊 这个手续呢 我是一个也不能落下 我的助理陈嘉芊 会跟进你们婚礼的事 具体事情 直接跟我先生联系吧 这儿呢 哈喽 找你们好久啊 哈喽 段许 你好 你好 来吃饭 嗯 吃个鸡腿吧 我跟温如雪约好了 等下班之后呢 就可以去他的工作室 谈婚礼的事情 行啊 我对这行一窍不通 你自己去就行了吧 但是你怎么办 我都听你的 那怎么能行呢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自己去算怎么回事 哎 对了 那个晚上啊 咱们约了出自人吃饭啊 别诱耽误正事 哎 段许 什么叫诱啊 而且结婚怎么就不是正事了 我坐在这里还准处 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啊 但我觉得啊 凡事呢 都应该分一个轻重缓急 你你也不希望刘柯 总因为私事耽误工作吧 而且他刚坐上 现在这个位置 你说如果总耽误工作的话 同事和老板 该怎么看的 我知道 我知道上午 有老板发脾气了 我都听说了 但是工作是工作 结婚是结婚 都不能耽误到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他现在要忙结婚 很多事情要准备 肯定很忙啊 那你作为好哥们 你就不能帮他分担一点 行了 行了 那事本来就是应该我去的 段许是替我挨的妈 你这也不了解情况 就少说两句呗 您好 刘柯先生您好 我是温柔雪的助理陈嘉谦 请问您现在方便通话吗 你说 是这样的 您问婚期说 您的工作比较忙 可能没有时间来我们工作室 进行双方面谈 所以我们沟通了一下 由我来根据您的时间 安排单独见面 不知道安排您什么时候 比较方便啊 一定要见面吗 我听说 别的婚庆公司 不是有一种什么 可以选的模板 套餐之类的 你直接发邮件给我就行 嗯 模板有是有 但是我们主要是做 私人定制的高端策划 所以见面沟通 效率会比较高 嗯 我们也需要 对您二位 尽心全面地了解 才知道要给您推荐 什么样子的风格 而且 您的未婚期 盯得也比较紧 所以 这样吧 让我想想 然后我打电话给您 好吧 好的 打扰您了 怎么了 不配合 有点不耐烦 说是安排下时间在于 随下去吧 这俩人 女的是个傲娇的 甩手掌柜的 男的呢 想拿个模板 就打发了自己的婚礼 人一旦开始偷懒 爱情就快没喽 刘先生 不好意思啊 临时加了一个会 耽误了 没关系 我也刚来 这菜点呢很地道嘛 这家饭店呢 以前我常来 但是 希希吃不了辣 所以我都快忘了 他们的味道了 那赶紧趁热吃一点吧 离家乡久了 总要把熟悉的味道 放在肚子里才不会想家 你怎么知道我是哪儿人 之前 我们没见过吧 那天我去帮您布置 求婚现场的时候 看到了您的照片 您可是我们学校出国的 唯一一个高好庄园 照片就放在橱窗里 高中三年 我可是每天都能看到你 所以 你是刘柯学长对吧 是 也太巧了吧 那天都会有你帮忙 听说您进了一个 特别好的公司 看来不仅事业有成 马上有儿在这里成家了 瞎混呗 既然咱们是老乡 你也别做 您啊您啊的 太紧歪了 那以后 我就教你学长吧 我刚毕业一年多来上海 也没什么朋友 能在这里遇到学长 总觉得特别亲切 那我们边吃边聊吧 好 好吃吗 哪有啊 那个时候的 你看起来也很可爱啊 我刚刚和刘柯学长 在聊婚礼场地的事情 然后顺便就聊到了 高中时候的毕业照 真顺便呀 嗯 刘柯是我学长嘛 他不仅是我老乡 而且 我们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 哎 哎哎哎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哪有紧张啊 这也不是怕你误会吗 我误会都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能让戴希希误会了 我告诉过你吧 我们这个职业特殊 跟男客户一定要保持距离 最好呢 有事就约到工作室来谈 你上门找过刘柯吧 气球是来送你的吧 他那个是好心 为了让卖气球老奶奶早点回家 送我不是重点 总之就是要保持距离 这个快结婚的男人啊 他就像沙漠里的炮炸 一点就吵 一点还自然 万万不能招惹 尤其是像刘柯这样的 那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像刚刚那样的场面 再发生啊 幸好新娘新郎新大 不计较 要换做是我 这心里一别扭 那尾款可不严接 跟你厉害的 你这翅膀长硬了是吧 咱俩说得是一回事吗 你面对的是什么 准新郎 你能分清楚 这两者的区别吗 不要在危险的边缘 试探好不好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保持距离 好吃吗 嗯 嗯 嗯 吃了 差点足啊 来 来 快 一颗 来 手伸出来 拿一个 这是什么呀 备孕的呀 我身体好着呢 不用吃这一样 哎呀 这个就是提高 受益率的嘛 你工作那么忙 我也不想每天都缠着你嘛 吃这个呀 有助于提高受孕率 而且 我想着 如果那个时候结了婚 就可以在婚房里安心养胎 不是更好吗 哦 我妈 喂 妈 希希啊 你忙什么呢 我们吃饭呢 你婚礼的事情 准备得怎么样了 刘柯有没有管啊 你就放心吧 我都没怎么管 都是她在办呢 嗯 那还差不多 哎 你爸说了啊 要给你们赞助一笔钱 买个好点的房子 嗯 不用了 妈 我跟刘柯商量 房子我们自己买 你就靠刘柯攒那点首付 望山跑死马 你什么时候才能住进 自己的家里去啊 你总不能在出租部里 结婚吧 那也太委屈了 不不委屈 怎么可能会委屈呢 现在有你们还有刘柯 我幸福着呢 好了好了 你不要打岔了 买房子的事情 还是要听我们的 要是不行的话 让你爸跟刘柯讲 嗯 妈 妈 妈 我们刚吃完饭 我们想出去买点东西 来不及了啊 那个 房子的事情 以后再说 嗯 先过来啊 你跟爸注意身体啊 啊 拜拜 我妈 我猜这儿了 谢谢二老的好意 我不需要了 你别生气嘛 你知道老人家 他都是喜欢操心的 你放心 等我们结婚以后呢 我什么都听你的 好吧 你别收拾了 放着我来 放着我来 你放下 你放下 我最喜欢收拾了 你去看电视 我那个买了橘子 在茶几上 去吃橘子 去吧 去休息啊 我最喜欢收拾东西 吃个橘子 我们在哪儿集合 你在工作室等我 我开车去接你 那样你还得绕路 我们在地铁口见吧 老公 你看这句话 说的是不是 特别有道理 当你不确定 他爱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确定 他已经不爱你了 谁说的 一个男博主书 我觉得他有很多 爱情的观点 说的都特别有道了 而且 他作为一个男人 没那么了解 女人的心思 他肯定谈了 特别多次恋爱 才能这么透出 这世上 就没有了解 女人的男人 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去啊 你看这不出来 小心点 给你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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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你看我呀 想你哦 拜拜 拜拜 段序 等一下 段序 你等一下 我有事情跟你说啊 我真的不知道刘柯在哪儿 而且我今天不会跟他会合 谁说我要找刘柯了 你是不是要去创投会那边 是啊 你帮我把这份文件 带过去给小米呗 他们说这份文件特别重要 一定要公司的人亲自送 你不也是公司的人吗 是啊 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 我这会儿打车去堵车 要两个小时 肯定来不及了 所以 请你帮个忙呗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但是公司呢 专门让你去交的文件 还是你亲手交比较好 而且文件这么重要 我一个外人碰得 合适不合适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堵车的话 那就坐地铁吧 说这么多 就是不想帮忙呗 小气 二位先看一下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系 好 谢谢 不客气 学长 这里就是你的婚礼主场地 以这个建筑为背景 你就不会显得太单调 你的搭建风格呢 可以是一半花门 一半沙连的样子 这一块都是你的宾客区 可以放一把把椅子 在椅子的后面再放一个屏风 这样就有一个入场的仪式感 怎么了 没事 你那个包是不是特沉啊 我来拿吧 不用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给我吧 谢谢学长 客气 来 那边还有一个餐厅 在你的婚礼仪式结束之后 可以通过这条小道去酒餐 学长 我们继续躲躲吧 好 小米 谢谢 怎么样 没耽误吧 没事 正好赶得及 辛苦你了 亲爱的 不辛苦 你们这个创同会 还挺有意思的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你先忙 辛苦了啊 谢谢 今天来的人比预想得多 你要是没事留下来帮我忙呗 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行啊 钻居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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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一会儿再聊吧 钻居 三位 请跟我过来一下 好 好 再请 好 谢谢 知不知道咱们部门啊 好多女同事都喜欢段序 你的好多 是你自己吧 哪有 西西 你不觉得段序和那些 紫版勇女 屈安富士的金融男不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呢 段序这个人 不绅士 没礼貌 嘴上还不让人 人家那是风趣幽默好不好 跟他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啊 我觉得男人吧 还要像我们家刘柯那样 说话好听 人也有礼貌 做事情呢 也谦虚得体 对啊 虚讲的 靠不住的 小米 资料帮我登记一下 我把你那一子等一下 西西 多虚他们谈了这么久 你还倒点水呗 我看是你自己想去吧 快去嘛 等一下 好 去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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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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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庄水我也不要了 你不用进来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有点失控 刚才稍微有点 嗯 我们再说啊 就是投资回报这件事 我觉得 跟我们做的数据 简直是 差异得太大了 刚才给你们拍了一张照片 那个瞬间实在是太美好了 觉得你们很般配 希望你们留作纪念 那张照片还是放在我这儿保管吧 免得一起什么误会 那个 再见 拜拜 拜拜 其他人呢 都去开会了 就你这么闲 什么叫闲啊 我们是革命分工不同 好吧随便你吧 我的励志申请呢 已经批下来了 从明天起 我就不来上班了 晚上一起吃饭吧 别误会啊 我不是单独请你 我是两个部门 所有的同事都邀请了 啊 我当然有这个自知之明 所以啊 我還是不去了 所以啊 你還是去吧 為什麼呀 第一 為了你的好哥們 劉柯 我所有的同事都邀請了 唯獨缺了你 劉柯肯定會覺得 我是小氣有意孤立你 你不去他也不會高興 不高興就不會好好吃 不會好好玩 他不高興呢 我也會不高興 所以你還是去吧 第二 為了你自己啊 你平時不是挺看無睡眼的嗎 覺得我有手好閒 既然我離職了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更有能力的人回來 不是應該值得慶祝嗎 你不是應該更高興嗎 所以你還是去吧 什麼意思啊 這是我認識你以來 說話最有邏輯的一次 我說話呢一向很有邏輯的 只是你不了解我啊 好好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 但是如果我們部門 有其他人不去的話 也不差我一個 放心吧 依我強大的人員 一個都不會拉走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你找找看有沒有 等下我看一眼啊 找到了嗎 哦找到了 你加在一個文件裡頭了 行了掛了吧 好拜拜 來 說一個你絕對沒有幹過的事兒 然後如果你做了呢 就收一根手指頭 五根手指頭都收完了以後 就算輸了 喝酒 行行行 來來來來來來 那既然要玩遊戲 咱們就再加個碼 來來來 每個人把手機放在桌子上 不管是微信 電話短信 反正不管是什麼吧 都要呼喚出來 我先來 不誠實啊 別撒謊啊 我從來沒有跟同事談過戀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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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 我也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沒有 我倒是想的 小胖你幹嗎呢 小胖你哥是誰呢你 哎呀關你什麼事啊 到我到我啊 我從來沒有收到過 同事的情書 我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啊 我沒有 真沒有過 劉柯劉柯劉柯 沒看出來啊 你還挺浪漫的 留一手 不是我寫的啊 不是他寫的 誰寫的啊 誰寫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 都過去了 該我了啊 好 我呢 從來沒有在大學 跟別人接過吻 怎麼可能 沒有 這就沒辦法 哎 你不是說你大學裡 沒有談過戀愛嗎 我 哎 你出吻不是給我的嗎 咱倆打籃球一塊撞上了 你手來吧你 什麼鬼啊 那誰呢你 頭帶這麼給劉柯解圍的啊 真的 真的 我說是真的 你看我所有我倆的 誰信 開空放啊 清點啊 喂老婆 你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啊 哦 我我這加班呢 旁邊誰啊 旁邊是同事 我們現在開會呢 開會啊開會啊啊 啊 我我今天晚上我得晚點回來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好好好你你早點睡啊 你早點休息 別動我 親一個親一個 啊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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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了 在天空下起雨的 是 我的嗎 婚慶公司發的 你們都想什麼呢 哎 哎 你們這幫人一敬一炸的 這 咱繼續 謝謝 哎 哎 我有點餓了 我要出去買點燒烤 你們吃什麼 我在 養藥的 什麼什麼 兩個生蠔 生蠔 誠誠我多買點啊 到時候都給你們帶著 行 六顆 哎 你跟我去吧 我怕我一個人拿不完 行 來走 休炸好吧 趕緊唱歌吧 快快快啊 我們早點回啦 對 來西西亞會一塊兒吧 來 沒有閃嗎 老闆 我們這桌子打包那個快爾 呀 好啊 唉 诶 刚才吓一跳吧 婚禁公司的小姑娘 说话没头没尾的 直接来这么一句 谁说得了 你不会真的背着戴希希 在外头开什么小差吧 怎么可能呢 哎哎 干嘛呢这是 你别启动啊 我 你这一惊一乍 你吓一跳 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带叔叔对我呢 有知遇之恩 要是没有他 我现在有可能 还是一个银行的小支援 我真的特别感激他 只是 只是我觉得 我不管怎么努力 我坐上什么样的位置 在他的眼里 我还是那个 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 尤其是最近胡忙的事 他明里暗里地 跟我说了好几次 叫厨子帮我 我明白他是为了我好 也是怕自己的女儿 受不了去 但如果我真接受了 那我成什么呢 还 吃软饭的吗 这事是我的底线 我的家得我自己挣来 今天辛苦你了吗 不会 学长回去开车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预定好了就告诉你 好 那气球也是要拿的吗 嗯 那个不是 昨天朋友送给我的 昨天不是见刘柯去了吗 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 也很可爱啊 从我记事起 你就一直守不我 只要有你在 我就什么都不会来吧 可是这不对 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 你自己的感情问题 不要因此连累了我们的生意 多花点心思在婚礼本身上 再见客户 不方便 下班之后 我去找你 咱们聊聊 我去找你 西西 晚上我要见客户 不会家陪你吃饭了 就这瓶 师傅 跟着前面那辆黄色的车 二位先看一下菜单 我等一下来帮你点餐 好 谢谢 来看看 想吃点什么 给我杯咖啡就行 原本只是觉得有些话 当着陈嘉谦的面 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才约出来的 也不是为了来吃饭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好像误会了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完全用不着跟我解释 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放心啊 我不是一个多事的人 昨天给你发那条微信 其实已经有备于 我的职业道德 和做人的原则了 只是戴希希是 丁慧桥非常好的朋友 陈嘉谦呢 又是我的员工 所以我才觉得 有必要多这个嘴 我和嘉谦不是你想的那样 麻烦你以后称呼他全名 我们这个职业呢 有些特殊 也有一些敏感 除了专业能力以外 眼力见儿 分寸感 进退自如的能力 好像更重要 明显 嘉谦好像没有锻炼好 这个能力 所以接下来如果 你还要结这个婚 相关的事情我会来接手 那你这么做 不是反而让我跟嘉谦 之间尴尬了吗 你和你的嘉谦这样 应该才叫尴尬吧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这不是见客户吗 我约了他 想聊两句婚礼的事 是吗 我已经到你工作室楼下 想当面好好问清楚 什么叫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 自己的感情问题啊 你又偷看我手机啊 我没有偷看你的手机 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重点 什么意思啊 后半句是什么呀 这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啊 他就是好心提醒我 提醒你什么 你想提醒他什么 我想他好好处理你这个甩手掌柜 和我们工作室之间的关系 结婚是大事情 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很慎重 很用心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小小工作室 可是负不起责任的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们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好好说话啊 我们光明正大 在饭店里边坐着 哪儿偷偷摸摸啊 光明正大是吧 好呀 你刚才手机给他看什么呢 你们内容是什么 你这个样我真受不了了 你去哪儿 刘柯 回来 刘柯 刘柯 你等我一下 你走这么快干嘛 刘柯 刘柯 你把我说清楚 有什么话没说清楚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翻我手机 不要翻我手机 我没有翻你手机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手机就放在旁边 我就不小心看到了 干嘛呀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总要说清楚 如果我真的误会你了 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 瞎误会好吗 你难受我就不难受吗 刘柯 你是我的未婚夫 他随便一条微信 就立刻出来跟他约会 我没有权利问清楚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他手上 我没有什么把柄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啊 什么态度啊 我工作已经够忙子了 还有婚礼上杂七杂八 一大堆的事等我出力 我烦都烦死了 人家就是看我这样 所以来跟我确认一下 别耽误了你的幸福 他就是我们两个的 婚礼策划师 他有什么资格 确认我的幸福啊 好 就算他是好心 你也不能因为他的质疑 就犹豫跟我结婚了吧 刘柯 我要跟他解约 我要换一家婚庆公司 是 希希 我活得已经够累的了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闹了 能不能给我省一点心 我怎么不跟你省心了 你为了他骗我 我不能问清楚吗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 才走到今天结婚这个地步 柳寇告诉你 这个时候 不管是谁站出来跳过 我都不会罢休 你 你要幹嘛呀 我要給喬舅打電話 我要問清楚溫如雪 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 你別冒了 你別給她打電話 你別冒了 別打 你去哪兒劉柯 等我一下劉柯 給我站住 你不心虛 你為什麼不敢說 我一點也不心虛 那你說 我就是不想承受 你的無理渠道了 你天天跟我這麼鬧 我真受不了了 如果你不信我 咱們這個混合 大可以不解 你真是回來晚了 還是出去早了 不早不晚 足以成就一段 完美的約會 又續上一個 緣分到了 我也沒轍呀 晚安 晚安 美人 等一下 我有事問你 聽說 你今天去找劉柯了 這不像你的風格 這戴希希還挺會 打小報告的 她找的我 好 不過呢 我確實提前 試探了她一下 我就跟你說了 劉柯對嘉謙 肯定沒什麼的 不要那麼相信人 容易啪啪打臉 劉柯這一系列反應 基本什麼都不用說了 已經徹底焦底了 所以 你就和希希吵起來了 她這麼跟你說的 你沒看她那樣 跟炸毛似的 像一隻 互咋的狼母雞 讓我想起 我念大學的時候 每一段戀愛 我都希望談得 商務能天地和 那種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自信和貪純 真的看著 現場又美好 就別笑她了 我是在保護她好嗎 不是 你們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那他們的婚禮 還怎麼辦 該怎麼辦怎麼辦呢 如果他們願意 繼續交給我來弄 我肯定盡心盡力 再說了 放在我面前的錢 我為什麼不掙呢 只是希望你那小姐們 能永遠年輕 永遠熱淚盈眶 那你還找什麼男朋友 男人姐妹唄 那別人姐妹 只會自找郁門 我的每一段感情 絕對都源自內心 最本真的熱愛 每個人都有 值得被愛的部分 尤其是她們有趣的靈魂 這麼說來 我們家雪兒 還真是長了一雙 非常善於發現別人優點的 漂亮眼睛啊 還總是能夠找到 自己最熱愛的部分 只可惜 這每一段感情 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試錯的成本 稍微高領 哪有一上來就是對的 所以不存在什麼失措 彼此真心呢 就愉快地愛一場 一旦覺得對方開始計較 開始成為對方的負擔 那就好聚好散了 反正呢 我不會腳踏兩條船 更不會去破壞別人的婚姻 放心我了 我才會去破壞別人的婚姻 我才不會看見你 六顆 刘柯 刘柯 欢迎光临 请问您找谁啊 温如雪在吗 您是 戴女士吧 您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辞职了 是准备安心做个全职太太吧 温如雪什么时候来 这个点她应该快来了 不过今天没有她的工作 可能就不来了 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给她打电话的 打 让她立刻来 那您稍等一下 我看你挺好一小姑娘 奉劝你一句话 离温如雪这种人 最好远一点 免得学坏了败不回来 哦 早 姐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了 你去干洗店把婚纱取了吧 你去干洗店把婚纱取了吧 好 因为它在学坏里面 好 小心 大方不可爱 对我远点 怕什么呀 我有什么好怕的 怕烫着你 如果你还是因为 昨天的事情 要跟我纠缠不清 我劝你就不要费劲了 刘柯昨天 应该跟你解释过了 如果你还想 结这个婚呢 奉劝你选择相信他 我劝你 最好离刘柯远一点 求之不得 婚礼我们不办了 退钱吧 没问题 全额奉还 已经花了的部分 就当是我随份子钱了 该给的会给你的 装装的大方给谁看 一会儿我就把钱 原路退回 你可以走了吗 你等会儿 你是要找个办公里的 我劝你 最好离这种人远一点 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不要辜负你的新娘 要不然这样吧 你到我楼下去摆个摊 拉个横幅 你这样一个一个通知 效率太低了 你看他那副 嚣张的样子 一点礼貌都没有 不要给自己热麻烦 赶紧走 别碰他 劝他可来不及了 过来 早餐 他已经是我的人了 既然你有你的人 就不要去碰我的人 是你的人谁都碰不了 要是有人能碰 我劝你呢 好好自我审视一下 是不是你们的内部 本来就有问题 戴小姐 什么早餐啊 看明镜 爱吃独凉啊 谢谢 太凉了 那我去给你热一下啊 好 好 走了啊各位 走 走 来 怎么着 走吧 懒得回去 你陪我喝酒去 不行 我今儿我约了 不是 你这干吗呀 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这么恨家了 要不这样吧 我带你跑路得了 隐姓埋名 逃出代价包围圈 我看行 就今天呗 你还能笑得出来就行 赶快回去啊 别做无意义的争扎 回来了 叔叔阿姨好 你怎么又够装住你了 你怎么又够装住你了 你啊 叔叔阿姨 来了怎么不提早打个招呼 我好早点回来 我们出来办事的 顺便看看你们 我妈是怕耽误你工作 对吧 妈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跟同事谈事情 陪他喝了一点 我们刘柯 平时从来不喝酒的 但他有个哥们 特别能喝 叫段序对不对 特别讨厌 老是辣他喝酒 叔叔阿姨 还没吃饭吧 这不等你呢嘛 结果你 你是吃过饭了的 怎么可能呢 说好了 陪我一起吃饭了 对不对 有人想吃什么 我还没吃呢 这样 我去炒两个菜 马上就 不够麻烦了 一会儿出去吃点吧 对 出去吃 你不是说 想请我爸妈吃 附近那家餐厅吗 我们去那吃好不好 拜拜 后门没问题 只要你高兴就好啊 只要你们喜欢就行 那走吧 行 走 走 你去拿包 来吧 来吧 包 走 好 儿急 大愿 来 再陪我喝点 那必须的 我敬您叔叔 不用站起来 坐吧 坐吧 少喝点 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来 坐吧 你们也吃啊 来 闺女 谢谢 刘柯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谈什么工作呀 这么长时间没见女儿了 你就不知道 关心关心她的情况 是啊 宝贝女儿 你啊 得多吃点 我发现你最近是瘦了 没有 我看你就是瘦了 这个工作的事 别想那么多 辞了就辞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己的学习 一定不能放松 知道了吧 怎么好好提我学习了 人这一辈子都要学习 刘柯 吃吃吃 来 好 用筷子 叔叔阿姨 这么晚了就别回去了 这么短的时间 打一个来回太辛苦了 你们俩好好的 我们就不觉得辛苦了 这样吧 找时间你们俩一块儿 回去看看吧 好啊 爸 妈 你们在路上的时候 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 爸明天还要工作呢 那我把这个放到车上去 不不不 这个我就是 买给你和希希吃的 对 东西呢 把这个拿上 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免得以后有了孩子 房子小 孩子再折腾 太麻烦了 不是 叔叔 这个绝对不行 房子我肯定尽快买的 您一定要放心 这个真不行 不要逞强 你们年轻人还在奋斗 我们做长辈的 追问一下 也是应该的 来 不是 别说都行 叔叔 这个真不行 真不用 真不用 你看这孩子真是 哎呀 拿着 这大街上一张银行卡 推来推去的 像什么样子 好了 我们走了啊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不要让我们担心啊 放心吧 妈 爸 路上 抓紧休息会儿啊 那可了啊 慢点开车 好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刚看你 就不高兴了 你说话啊 是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呢 你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们可以先在这里结婚 等你攒够的钱 我们再买房子 我爸妈给我们卡 就是因为我结婚 总要有点心意嘛 你收下他们就安心了 我们不用着急花的 哎 妈 儿子啊 在家吗 嗯 在呢 嘻嘻爸妈刚走吧 您消息挺灵通啊 你这孩子 人家是好心和我说一声 嘻嘻爸爸给你外公联系了一家疗养院 这两天就住进去了 还帮咱们付了钱 多少钱啊 你告诉我 我好还给人家 这是怎么了 哪来这么大情绪啊 咱家一直受希希家照顾 你要知道感恩 不要惹希希生气 我和你爸也没什么本事 也帮不上你的什么忙 房子的事 房房房 能不能别跟我提房子了 不是 你花了人的多少钱 你跟我说啊 你要钱也跟我说啊 你干嘛可怜巴巴去要别人的施舍呢 妈 你别让我在你们面前也抬不起头 是阿姨吗 你不要这么跟她说话 她会伤心的 房子的事情 真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你不要有压力吗 好不好 我求你了 你们一家人能不要在我面前被演戏了吗 你也不要总用施舍的态度 跟我说话行吗 我受够了 我真受够了 我受够了 我受够了 戴希希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我跟你分手一百次了 你说什么呢 我说 咱们分手吧 我陪不上你 我从一开始就陪不上你 其实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家非要培养我这么一个傀儡 而不去找一个从根上就更好的人呢 你说什么呢柳柯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很好 你特别好 你真的很好啊 你没有陪不上我 你怎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在一起跟我家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才在一起的 你不要这么说了 是我不好 我以前太任性了 我没有学会当一个好妻子 你放心我以后不会了 我会努力做好的 我会跟我爸妈说 不会让他们跟你压力了好不好 你不要生气了 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作没有听见 你收回去好不好 希希 咱们为什么总要把简单的事情 那么复杂化呢 其实 咱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不是因为你们家条件 才喜欢你呢 但是就是这些年吧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每一天倒霉的日子 让我对你的感激 就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地给我磨没了 但你说我对你的情分 一点没留下 那是假话 但这与我要付出的忍耐相比 已经完全不值得一提了 你的爱 让我觉得我自己窝囊 让我对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 感到绝望 每一天 我都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希希 我求你了 你放了我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五年的感情 我对你的爱 让你活得很窝囊是吗 我觉得我活得特幸福的 这五年的感情 对你来说每一天 都是煎熬和忍耐吗 是 好 好 好 我帮你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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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丁女士您好 有一位叫戴希希的访客上门 请问您认识吗 哦 认识 让她进来吧 不好意思啊 戴女士需要您下来一趟 哦 哦 谢谢你啊 师傅 谢谢你啊 师傅 哎呀 你怎么就这样跑出来了啊 啊 闭上 本来以为下个楼就可以回家的 谁知道她现在都没有追出来 好了好了 先上去再说吧 啊 先把鞋换了好吗 光如雪呢 我还是先走 哎 别想那么多 你助你到 嗯 早 带你去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焦 你说我跟刘柯真的完了吗 吵架时候说的都是气话 不做数的别往心里去 你说 你说那个温如雪是个什么花招 为什么刘柯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熙熙 我向你保证 雪儿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她平时看起来确实有那么一些不着调 可实际上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有原则 她是一定不会主动去破坏别人关系的 她还有什么主动 就是刘柯自己动了心思 我之前常看那个公众号博主说过 一个男人 在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中 如果没有心怀 即便厌倦了旧爱 也不会主动说分手的 刘柯会这样 真的不是因为雪儿 我的意思是 你们之间不存在第三者的问题 我们不存在第三者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真的出了问题 那个温如雪不是什么好人 她为什么非要跟你住啊 你又不缺那些房租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看我这房子 这么大空着也是空准 这个地方离雪儿的工作室也近 希希 她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里 更需要的是陪伴 你来啦 用不用我给你们挪地儿啊 你别这样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她好 还被她误会了很冤枉的 嗯 我倒不在乎什么冤枉不冤枉呢 我跟一个没见过世面的 小丫头辫子 计较什么呀我 我就看不了她一副 瘦气泡那样 那天还好是我 如果是嘉谦 她还不定怎么样 我杨威撒不打滚呢 我们家小姑娘可受不了她那一套 唉 你说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偏偏是我最爱的两块肉 怎么就掐起来了呢 你放心吧 我不会主动招惹她的 人家连手机都没拿去冲出来了 我看啊 估计得把她放在家里 嗯 养隔两天 那咱俩得说好了啊 她要是主动招惹我 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 刘柯要是想挽回她找不到人 我没有老公赔给她 嗯 那我这嘴都不信的 谢了 嗯 您好 您是请到公交车里 您的两个车 我接着给你一下 我需要你们近三年的 销售数据报告 你们上次给我的 是截止到今年的第一季的位置 一直都没有更新 赶紧处理吧 嗯 瞧瞧 嗯 丁总 我看到微信了 下午的会议取消 所以我刚好请老刘 有时间重新做一份 记得 别在原本的基础上面改 重新做一份吧 改是没有意义的 好 丁总 那我做好成功了 帮你 嗯 先这样 在你面前 我就像个废物一样 我倒想当个废物 不耐我的生活不允许啊 哦 怎么不允许啊 你要是愿意回家认个怂 哎 别提我们家啊 那是他们 又我无关 哎 好吧 反正你能干 你聪明 哎 我就像个笨蛋一样 哎 哎 你走错了吧 我一会儿有个会议要开 你就不回去吧 嗯 你就会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我 中午一起吃个饭 嗯 好吧 反正像我这种人 也只配吃个饭 乖 都怪 要不是你 我们俩也不会吵架 不会吵架 也不会分手 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好 这个 最后一张 不行 瞧瞧你帮我拍 这道开美颜啊 带着那个窗外拍得高级 要深度一点 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啊 好 好 好 唯美吗 美美美 再来吃 享受生活的样子 好了 别折腾了 赶紧吃 不行 我要先发一个朋友圈 爱情有得说了 男人呢 最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就是 还没有得到她 或者已经失去她的时候 我就是要表现出 我拿得起 放得下的坦然 唤醒一下刘柯对我的爱 好了 你看看 怎么样 是不是写得深度 坦然 又很高级 人啊 总是以不爱的形式深爱 以爱的名义背叛爱 午安 我就是喜欢丰盛的 美好的 闪着光的一切 我就是那么庸俗到尘土里的小人 你这都哪儿来的词啊 嗯 爱情有得说的啊 他经常说这种 有深度有意思的句子 每次我看到 我都会存下来 留着发朋友穿用 你知道这公众号 背后是什么人啊 你就这么相信他说的话 我知道 德哥嘛 德哥就是一个 恋爱经验非常丰富的男人 专门教广大女性同胞 如何鉴别和躲避渣男 一个渣男教女人 如何对付渣男 那肯定是被伤透了 新的渣男 管他是什么渣男呢 能气暗同名 就是我的好闺蜜 哎呀 我就在这里坐等 刘柯来跟我求和 这小酸文 这小自拍 怎么样 刘总 赶紧表示表示吧 这明显就是发给我看的嘛 展现自己多么委屈的同时 又有多么的潇洒 想让我后悔 内疚 那 起效果吗 以前每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会用一次这招 早批了 你说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小心翼翼隐忍退让 怎么会被扣上这种不懂得珍惜的帽子呢 谁叫你是男的 还先提的分手 我跟你说 就现在只要是你主动提分手 不管什么原因 多半都是大猪蹄子 在你眼里我是一个 把爱情当着戏的人吗 那倒是不是 这话我既然说了 我就不打算后悔 其实以前我根本都不相信 什么门当户对这种话 这简直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真理 其实不同的环境培养出来的人 三观本来就不容易合 我跟希希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真想逃出这一亩三分底 我也想看看 离开了希希个代价之后 我刘柯就不是我刘柯了吗 你再想想吧 我刘柯真这么忙吗 那消息看不到吗 有可能 那我一个大活人没回家 总是没有办法忽略吧 还是说她也没有回家 你别那么急啊 说不定她正在找什么理由 想办法只动联系你呢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不需要个台阶下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还要什么台阶呀 再说了 我给她发那么多朋友圈 不就是给她台阶下吗 点个赞也行吗 点个赞我有理由回去 你看 你不也在等个台阶下吗 那能一样吗 我是个女的 我要主动低头的话 以后日子怎么过呢 不知道这个刘柯有什么不满意 你说 你说我妈对她那么好 我爸在事业上还能帮她 我辞了职去照顾她 准她的福气 不珍惜失去我 肯定会后悔她 你笑什么呀 想起个笑话 不能笑啊 你养怪气 有话直说 你让我说的啊 要是那个刘柯 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 娶了你 你不觉得悲哀啊 那她看上的是你爸 在外带 带回家一个小保姆 她让我直说的 想法偏激 懂什么要话 再如果 你说的那些 如果对刘柯那么重要 她还毅然决然地 要跟你分手 其实你应该感谢她 什么意思啊 不爱了就分手 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总比她 为了图你点什么 耗着你又对你不好 来得痛快吧 不爱了就分手 是什么负责任啊 我都跟她这么多年了 娶我才是负责任 戴希希小姐 你现在能不能分清楚 你到底是因为很爱她 还是只想跟她结婚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连这个都区分不了 就盲目结婚的话 我估计 你还得再接一回 别坑气 我消失 订我一下 很疼 也不知道谁是大白痴 这么讨厌我把我删了呀 姐 你一大早跟谁志气呢 戴希希 到了这间 啊 这间真的是超级漂亮 哎 一大早上起来就跟我较劲 跟我较劲有屁用啊 真是的 也不知道跟她那儿 住到什么时候去 她搬到你那儿去住了 哦 她跟乔乔是朋友 过来住两天 客户什么时候到啊 哦 她刚发信息说 有点堵车 晚十分钟 嗯 他们怎么突然 就不办婚礼了 这不很正常吗 办婚礼的时候 最容易闹矛盾 闹分手了 你又不是没见过 你没有再去联系刘柯吧 没有 她退了款的时候 我就没联系她了 我怕说错话 离那个刘柯远一点 不要躺她和戴希希 这趟浑水 姐 不会是因为我 导致了什么误会吧 你做了什么 值得别人误会的事吗 我没有 像刘柯那种凤凰男 但凡翅膀硬一点点 就很想在别人身上 找存在感 而你现在 刚好满足她的虚荣心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就算没有你陈嘉谦 也会出现王嘉谦 李嘉谦 就算没有一个人出现 他们俩早晚也会有问题的 因为跟上就有问题 还在想 好好工作 不 今天的女客户只喝低音咖啡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我还买了小许棋 现在拿出来 老板 先订这些吧 麻烦帮我下单 好的 稍等马上帮你下单 谢谢 好 听说 学长你和希希姐吵架了 她也搬到乔姐家去住了 你们好严端怎么成这样了 那婚礼就这样搁下不办了吗 我们不是吵架了 是打算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不合适 不会是 有什么误会吧 温如雪跟你说什么了吗 好 其实应该道歉的是我 我们这么一闹 害你之前那么多辛苦的工作都白费了 这些都不重要学长 我是真的想好好为你办一场婚礼 没想到 那要不然我去找希希姐再聊一聊 要是有什么误会说开就好了 不是 你千万别 我不想因为我们之间的事 连累到你 是 学长 我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好好哄哄希希姐 她真的很爱你很在乎你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 找到一个一心一意 对自己的人不容易 你要好好珍惜啊 如果恋人之间只剩下了珍惜 那就变成了对彼此耐心的肖默 时间久了 会生出恨呢 虽然我没有办法再爱她了 但是我也不想恨她 我原本以为 学长你过得很幸福 在这样的城市 拥有自己的事业 也即将拥有家庭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 我也经常 用你给我自己打气 我希望我能活成你的样子 千万别活成我这样 我之前一直想要过十全十美的生活 也觉得为了爱情 可以牺牲掉我的自尊心 但现实把我打醒了 她告诉我 有一天 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去把那些换回来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爱情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一点一点消失了 学长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不要放弃 自己的梦想和初心 我知道这些年来 你一定走得比我要辛苦 我理解你 但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都请你变得更加强大 因为你是我的榜样 你是咱们老家 那些想要努力改变命运的 年轻人的榜样 学长 你看 上海多美啊 我希望 自己也可以在这个城市 坚持下去 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 听到小学生 都一直做着 他都觉得有些东西 她们去你 自己会的家里 任何小学生 每个门都没有